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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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有钱了 我妈妈找到了我 把她所有的钱都给了我 我知道你在乎的不是钱 而是回忆 是过去 你看看 这里是不是和以前都一样的 那你再看看那支钟 它是否和以前那支是一样的 你再看看它有什么变化 她是停的 是我让她停的 停在八点五十五分 你还记得吗 那天早上我们起床 你说 小雨 我想以后 你起床一睁眼就能看见你 然后我们倒上红酒 我们干了杯 因为 我们订婚了 这栋房子又重新属于你的了 我知道 你现在对我有看法 觉得我不够好 没关系 你不和我在一起 但我希望你能接受这份礼物 因为 在这栋房子里 有着你许多的回忆 有你和我的 也有你和你爸爸的 没关系 这里的一切本来都是属于你的 没有人能够配得上它 我不要 不要拒绝我 是你说的 钱不应该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 我只想让你过得更好一点 只想把原本属于你的生活 让我重新还给你 你搬起来 我只有一个请求 这之中 我希望你能让它永远停在八点五十五分 好吗 为什么 张兄的案子 明天就要开庭了 什么样的结果 我也不知道 我怕会像上子一样 重新被抓 不会 不会的 不会的 静静 如果我要是死了 我希望你能偶尔看看这尺停摆的钟 偶尔能想起我 偶尔能想起我 想起一个曾经卑微 却努力想摆脱卑微的男人 记住 记住 他曾经用舍命爱过你 我就知足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小雨你不会死的 我们要永远都在一起 还能在一起吗 是 韩天 我又等你半天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昨天给你打电话 你不是说你每天都要往这儿跑吗 我就知道你会帮我 谁让我是你哥呢 龙小雨给我打电话 他说只要我能让你撤速 他就给我一百万 我一听这话我就觉得不对 我马上想到 你可能是对的 你也参与了龙小雨的案子 你就不怕回头所里不高兴啊 你别含畅我了 怕我就不来了 我现在有点急事 你能不能找个地方 我们在电话里单独地谈一谈 那你等会儿 静静 静静 你说吧 真的小雨不在我身边了 静静 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地冒昧 但是我考虑了再三 还是想尽快地把这件事情跟你说清楚 你说吧 你要当心龙小雨 龙小雨 现在出一百万 准备收买老林 好不让韩丁来提张雄做辩护 他还许诺说 要再拿出一百万 给韩丁的律师事务所 这样的话 万一他背叛有罪 可以让所里的人替他辩护 以对抗韩丁 他甚至还说 如果所里把韩丁开除的话 他愿意出更多的钱 不可能 静静 我有证据 老林那里有露烟 还有事务所的张总 后附近是市角 他俩也有露烟 你应该好好地想想看 他为什么要这么着急 他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钱 阻挠韩丁为张雄辩护 这一切对他有什么意义 静静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冷静地 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情 小雨这么做是不应该啊 但是 我觉得他 是不是觉得这个案子 没完没了的 太受煎熬了呢 煎熬 你在说什么呀 是煎熬重要 还是真相重要 韩丁街张雄这个案子 不是为了报私仇 而是为了找出真相 假设张雄是无辜的 龙小雨也是无辜的 那么在犯罪的现场 也许还有其他的嫌疑人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韩丁现在为张雄辩护 并不等于说龙小雨就是罪犯 可是现在龙小雨的所作所为 处处表现的是畏罪 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老林和张总 已经开始重新怀疑起龙小雨来了 他们都是非常称职的律师 不会为了那点钱 而卖自己的良心的 好 我现在就去问小雨 静静 不要问别人 就问你自己 假如说龙小雨真的有罪的话 你会怎么办 你还会选择跟她在一起吗 安婆 不会的 小雨不会有罪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可能说得有点言辞过激了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 你能够尽快地接受事实 接受得越早越好 我不相信 不敢接受法律考验的人 会活得光明磊落 说起你话 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你 也很担心韩定 龙小雨现在手上有钱了 钱是件好东西 可是如果用不好的话 就会成为凶器 安婆 是韩定让你来告诉我的吗 陆静静 你现在 还没有完全信任韩定 我跟你所说的这一切 韩定都一无所知 我不希望 他知道龙小雨所做的这一切 明天张雄的案子就开庭了 愤怒现在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的好处 如果 你觉得我还是你的一个朋友的话 就希望你把这些话 再好好地想一想 好吧 我知道了 谢谢你 韩服 小雨 你跟我说实话 那天晚上你到底对朱四平做了些什么 你不相信我 我能说的都说了 你还让我说什么 你也要像别人一样逼着我认罪吗 那您为什么要提出给别人钱 你为什么想收卖人家 为什么 你都知道了 对 那你一定认为 我心虚 我害怕 对不对 我曾经被受过冤枉 我都做好死的准备了 这种折磨 你还想让我再承受一次吗 我现在能够活下来 就像是劫后余生 我希望以后的每一分钟 都能过得坦坦荡荡 快快乐乐的 静静 我这样的想法有错吗 另外 你以前为我吃了不少的苦 吃了不少的折磨 不应该再为我担惊受判了 那一百万算什么 比起我们的安宁 什么都不算 我明白了 但是我想求你一件事可以吗 什么 不要报复韩丁 他救过你 是他在报复我 小语 韩丁是个律师 他为人政治 他眼里不容沙子 接张雄的案子一定是对事不对人 这点我了解他 我不想再提他了 他以前可以不接你的案子 完全可以不接 他为了救你 尽心尽力 没有放过一个倚殿 没有放过任何一个 对你有利的证据 就凭这一点 我们应该相信他 相信韩丁的人品 小语 报复是一把双刃剑 只会让彼此都受到伤害 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你不可能 放心吧 我没有那个心去报复他 我没有那个心去报复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两个目击证则 以前曾经做过我们的证识 所以他们这次的证词受到质疑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李慧琴 我们安定 安定 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说什么 法律是公正的 你不要再折腾了 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 你是为了报复 但你不会得逞 我得报复你 不感兴趣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和晶晶已经决定 回到老家去度假了 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龙小雨是清白的 清不清白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你去做什么 谁贵你了 我去就失败你了 你去吃了 我去吃了 你就去吃了 有一点 你去吃了 我去吃吧 你都已经选择了 你别这样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特别在乎你的态度 得了吧 重色轻友 你算我没出息行不行 你多大出息啊 眼镇着一打火坑就往里跳 别挖苦我了 等我从小玉老家回来 我给你带好吃的 不稀罕 静静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 就是我小时候上去 每天要走的路 真的 静静 看见前面那片地了吗 那片地里面长出来的红薯 特别地甜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老神仙 在那片地里面喝糖水 他一不小心 把糖水给打翻了 那你一定偷吃了不少吧 那当然了 要不然我给你烤的红薯 会那么甜吗 我失恋了很多次的 钢薯 你可回来了 没事了 爸 没事了 师父 让你担心了 对不起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我知道 你是老实孩子 不会有事的 这车是谁的 是我的 这么气派的车 小宇 你发达了 你爸要活着 该要多高兴啊 他生前就盼着你 成容成义 你成容了 师父 我离我爸期望我的 还远着呢 我这次主要回来 是想给我爸修作坟 我爸生前 也没住过什么好房子 我希望他死以后 能住在最漂亮的牧室里面 长眠 你爸要知道 你就知足了 晶晶 你就是因为他不理四平了 师父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未婚妻 罗晶晶 晶晶 这是师父 师父 你好 我们见过 上次跟韩律师一起来的 就是我 师父 谢谢你 咱们走吧 乡亲们都等着呢 走吧 爸 妈 是我没有照顾好四平 我 我对不起你们 晓鱼 快 别这样 快 来 我说过 我会孝顺你们 我会约你们二老杨老送终的 我就是你们的儿子 别哭了 孩子 四平命保 这不怪你 快起来吧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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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这四平她自己不争气啊 你说这个张雄她是个什么东西啊 四平跟她拉拉扯扯的 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她自己做自己受 叔 快起来 别怪四平 四平她也是一时糊涂 我们错怪你了啊 快起来 起来 快 听说这龙娜贵人来了 奇怪 你也回来了 就像你来不行我来 对 你现在是龙大贵人了 我呢 还是一个穷打工的 奇怪 你这孩子 你怎么跟小语说话呢 不是 婶 我就是个粗人 龙小语 既然你来了 你这儿 不想给四平磕磕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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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将军 大家好 我受本镇杰出青年 龙小雨的委托 讲两句话 我是龙小雨小时候啊 教他学系的师父 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这孩子有出息 有良心 今天的龙小雨啊 可不是戏班子里头 翻根的那小子了 他现在是董事集团的总经理 今天咱们大家欢聚一堂 就是龙小雨做的东 他跟我说过 树长得再高再大 他的根也要深深地扎在 生他养他的泥土里 下面就请龙小雨 跟大家讲话 大家欢迎 好 在座的各位父老乡亲 大家好 我是龙小雨 我就是王芬芳和龙正云的儿子 小的时候 我的母亲离我而去 父亲也去世的早 我能长大成人 多亏了在座各位的父老乡亲 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如果没有你们对我的关心 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前一段时间里 我经历了一些坎坷 也受到了一些冤屈 但我这次回来 就是想告诉大家 我龙小雨是清白的 我不是杀人犯 杀人的是张雄 我是被冤枉的 我虽然吃了苦 受了冤屈 但现在我苦尽甘来了 所以我回来 就是要回报我的家乡 回报我的父老乡亲们 好 好 鼓什么鼓 别鼓了 不是你们真以为 他回来回报你们呢 我要在这里宣布 向所有的父老乡亲们承诺 我会像儿子一样 赡养四平的父亲母亲 还有我的师父 我要让他们拥有一个 幸福的晚年 他们就是我的父亲 母亲 好 我还要资助咱们镇上 贫困家庭的孩子 给贫困的孩子 提供四季的衣服 文具 还有免费的午餐 直到他们高中毕业 好 好 好 一会儿买一会儿买 来 给你几个 好 好 来 来 阿姨 你怎么了 我累了 想回去了 我回去 行 那我扶你 买上买上买上 买上买上 买上买上 乞贵 好兄弟 我敬你一杯 来来来 大家一起干杯 干杯 干杯 喝个屁啊 喝呀 买贵今天太高兴了 所以他多喝一点 喝多了啊 别再 别买买买买买 大家来接着喝啊 好 我们接着喝啊 来 来来来来 快点等你了 我再也 peng夜玩 了 ��gie 您回来了 晓岚 叫姐姐了吗 冯这 晓岚 你怎么能去留衩席啊 你去吧 我来照顾阿姨 我不想去 去吧 这次流水戏可好了 有几样菜特别好吃 都是当地的老厨师做的 做完这一回就退休了 去吧 再好我也不去 今天是我四平姐的生日 她在死没多久 你们就这么高兴 这么快就把她忘了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不管你 姑娘 不管小雨 不管你 不管你 姑娘 我累了 下雨休息了 你也回不去吧 你走吧 来 谢谢 谢谢 来 洪小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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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小雨 你就是陈世伟 你假人假意 你还装什么好人 我告诉你 白天晚上你注意点 四平她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你个陈世伟 龙小雨 你是陈世伟 四平她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龙小雨 来 大叔大婶 大婶大婶大婶 我来敬你们啊 来 谢谢 多喝一点 好 好人 兄弟 没事 把她放到床上吧 我可能走 太高兴了 没事 再来啊 谢谢 一会儿接着喝 靳靳 你知道吗 我以锦还乡了 以锦还乡 有人来捣乱 为什么 眼红啊 越有人眼红 就证明我 越成功 成功 我累了 睡一会儿吧 靳靳 靳靳 别离开我好吗 我不走 你睡一会儿 靳靳 你怎么不开心 今天有那么多人羡慕 那么多人今天都向我来敬酒 多好啊 你为什么总板着脸呢 我没有 你写韩丁了 对不对 你觉得我再怎么有钱 都比不上韩丁 对不对 你和陈瑶都一样 他股子里也看不起我这个人 韩丁得有什么呀 他栽了 他输给我龙小语了 输了 我赢了 赢了 你 你醉了 睡会儿吧 别急 别急 你别走 你笑一下 靳靳 我最喜欢看你笑了 你知道吗 你是我世界上最爱的人 靳靳 靳靳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你开心 你为什么不开心 靳靳 为什么不开心 靳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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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小语 今天朱四平的妈妈 为什么提前走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有人在喇叭里骂你 你知道吗 朱四平妈身体不好 可能是累了 所以就先走了 奇贵 在喇叭里骂我是奇贵 为什么呢 他羡慕我 他眼红我 我发了财 今天是朱四平的生日 你忘了 你很健忘了 后来 我是什么 我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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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喝了 我喝了 你 我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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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金婧 金婧 陪我去 Speaking台吧 金婧 我没有忘记四平的生日 你相信吗 这个 我早就准备好了 四平看到这些钱一定会很开心的 我爱过四平 我们两个是在这个席台上 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这次回来 一是为了你 我想让你从心里面接受 我是没有罪的 另一个原因 你们谁都不知道 因为我心里难过 如果不是人家闹的 我受不了 静静 最深的悲哀 不一定是苦 我爱的 是小时候的四平 那时候 他只顾着爱着我 只顾着对我好 虽然那时候很穷 但他从来不贪钱 也不会 万和别的男人 暧昧 暧昧 他跟酒厂的人事科长 张雪 都有个关系 可那个时候 她是我的女朋友 可是表面上看 我是神是美的 我抛弃了四平 又隐瞒了你 我抛弃了你 我和四平之间 早已经有历很多了 我也想要一份专一的爱 是不是 她给不了我 给不了我 女儿 今天晚上 你已经知道我和四平之间 最难以启齿的意思 我真的不想在你面前 说四平不好 但是 如果我不说 你不会相信我的 靳靳 请你相信我 不要怀疑我对你的感情 好吗 我知道了 你别说了 小语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为张兄辩护的这件事 所有人都不理解我了 包括我的大学导师 也给我发一面要说 让我不要急功近利 怕这样 会影响到我的事业 还是有人理解你的 除了你 还有谁啊 我明白了 你今天把我拉出来 就是陪你来借酒交仇来了吧 我真想不通 罗晶晶为什么那么信任龙啸宇呢 却不相信我 龙啸宇三番五次地骗她 可是罗晶晶还是那么信任她 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 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 恋爱中的女人 她智商就等于零啊 罗晶晶现在是还没有完全认清龙啸宇 她对龙啸宇还抱有一丝幻想 她希望龙啸宇是一个她值得爱的男人 否则她的爱情就站不住脚了 那多可怕呀 听我的 你要再多给罗晶晶一点时间 我现在担心的是 罗晶晶突然意识到 她和龙啸宇的爱情要破灭的话 我怕她会受不了 那受不了也得受啊 谁不是这么够来的 爱情才能使人成长 明白吗 你看 说实话 你在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 比原来成熟多了 所以罗晶晶啊 她在经历这个感情以后 肯定也会成长起来的 我现在突然觉得 爱情不光是幸福的 也是痛苦的 幸福啊 不过就是爱情的一个诱饵 当你掉进爱情这个陷阱以后 剩下的就全是痛苦了 来吧 别想了 干吧 干吧 南方的风暖暖暖的吹 坠落你眼角一滴泪水 看见你远去 身边无人跟随 这一刻我伤心不能追 也许命远 也许命远只有一颗机会 也许命远只有一颗机会 不能做出选择让爱排队 請自上的指引 求求没有消退 这一刻我呼唤我想你 我已经很累 我没有责备 请不要问我谁谁 拉住你的手 瞬间无语相对 沉默中心与心靠近 这里有个家 我们一起会 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 这里有个家 我们一起会 我希望我能够这样 变对 也许命运只有一颗机会 不能做出选择 让爱排队 镜子上的指引 求求没有消退 这一刻我呼唤 我想你 这里有个家 我们一起会 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 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 我能够这样面对 我能够这样 Wenn imagery